求婚這件事情就是我問他說 請嫁給我 然後他說OK啊 然後這件事情就成了 他非常的驚喜 反正他沒哭的話就是我內心哭泣這樣 怎麼求婚了嗎 怎麼求婚了嗎 其實求婚這件事情就是我問他說 請你嫁給我 然後他說OK啊 然後這件事情就成了 他非常的驚喜 有 我想一下 反正他沒哭的話就是我內心哭泣這樣 一兩句 好啦 我覺得是就是 當你碰到對的人的時候 然後你想要跟他 度過下半輩子的話 你會希望下半輩子趕快開始 很希望跟他每天都明天再見 每天都見這樣子 我家還可以看 有時候可以看到夕陽 天氣好的時候 你就會放明天再見 這首歌 你就放這首歌然後看著夕陽 然後就是一起報紙這樣看夕陽 對 一起跳 對 我覺得真的推薦大家可以去聽 對 這張專輯跟這首歌 婚宴會辦簡單的夕陽 所以你們要找我去吃 有要包嗎 沒有 一定的門檻 十萬幾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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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們都不能去 對 大家都就是不要大家來了 我們加煙就好了 謝謝大家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浩誠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國益 哈囉大家好我是柏蘇瑤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一潔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一潔 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好 看什麼怕 快停掉了 快了 快了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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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